装大妈 装大妈 我报销 9月16日孟贺堂南京专场圆满结束 专场上孟贺堂的新活 真是让现场的观众们吓了一跳 还以为德云社也要经历一次退票事情呢 没想到只是新活的开场 让现场的观众是又惊又喜 喜的是还可以继续听孟贺堂周九良的相声 惊得是孟贺堂演技实在是太好了 骗过了现场不少观众 不得不说孟贺堂的演技是真的好 当孟贺堂从主持小姐姐手里抢话筒时 有不少的观众都当真了 但没有想到这只是一个新活还音单的开场 特别是演出过程中 孟贺堂的一句还是薛老板厉害 逗乐了不少观众 演不了你本人退票 我退我掏不了钱 你掏不了钱你演 我演不了我扫子证我怎么演 你演不了 现在有个办法 我办点贷款吧 看到这一幕 有不少网友评论出了孟贺堂的心理活动 德云社演员的钱都是相胜上的 想学薛老板退票 可惜没钱 算了吧 还是继续演吧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 为孟贺堂捏了一把汗 这段活开场创作出来 应该没多长时间 演出其实很危险 要是观众当真了 架上面处理不好 就真尴尬了 不得不说 孟贺堂近几年的进步非常快 前几年演出是模仿的好 如今的演出 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 而且创作能力非常的突出 自从德云社恢复商演 孟贺堂可没少给观众 带来新作品 特工学院 儿童相声 百无聊赖 油亮密码等 备受观众喜爱和支持 再加上南京专场的环音单 更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 孟贺堂的创作能力 和对周围事物细心的观察 期待孟贺堂周九良 创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订阅